大家好 这期节目呢 我们谈一个管理的事 这个事呢 也是关系到千家万户 就是有关中国人就业的问题 在这个7月份呢 中国统计局呢 发布了一个有关就业率的这个情况 他表示呢 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呢 500多万 超额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 截至6月呢 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呢 为5.7% 所以呢 大家都感觉到 这个数字挺好的 在这么大的疫情面前呢 中国的失业率呢 只有5.7% 那么正式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说你在国内 你是一个失业者 那么你到底情况是啥 我想谁没有工作 谁最清楚 那么就是你是父母 你有子女 他窝在家里头啃老 你也是最清楚的 这里头可能不清楚的人呢 就是那公务员嘛 赵家人嘛 你有工作在干 你可能觉得大家都跟你一样 都有工作干 那么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那么中国有没有一些有良心的学者来讲这个事呢 现在有 有人就说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引起国家甚至老百姓的重视呢 这个叫打问号 现在呢 这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院长姚洋 他近日表示呢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他们在六月底啊 做了一项六千人的抽样调查 这个调查的结果呢 跟国家统计局的这个结果呢 差距是很大的 他的调查显示呢 现在的中国的失业率呢 达到了15% 另有5%呢 处在半失业状态 可以说广义上的失业人群呢 现在是将近20% 那么这个20%意味着啥呢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呢 是在7亿到8亿之间 我们就算个7亿 7亿的20%就是114 就是说呀 大约有1.5亿人没有工作 或者是处在半就业状态 那么这个数据 是不是让你听到非常可怕呢 你一看 这有一亿多人没有工作呀 这还是城镇人口呀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调研啊 他只是调研了城镇人口 那么广大农村人口呢 广大农村人口啊 从来就没有被统计进失业人口 因为他把这个农村人口呢 按自主就业 他的理论是 因为你有地 你自己可以种地 种地就是你的工作 你就不算失业 他的理论是这样的 实际大家都知道 中国平均下呢 一人可能就是一亩地左右吧 难道说他靠种这个地 他就能养活自己吗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很多农村人口呢 他不种地 或者是一家人的地呢 就让一个人种 比如说是 夫妻俩带孩子的地 父子俩都出去打工了 可能光是老伴 一个人在家里种地 种了三四亩地 农村都是这样的情况 甚至是年轻一代 都出去打工去了 留在家里那六七十岁的人 种了一家人的几亩地 甚至有的连的地都不种了 因为种地不挣钱 全部撂荒了 这就是实际情况 可以说是 农村有多少人没有工作呢 这个没办法统计 他也不好统计 这些人可能就不在农村 可能跑到城里头打短工去了 或者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那你把它算到哪一类人口呢 所以按照这个 姚洋院长的统计 中国的失业人口是一个未知数 最起码大于他的统计数 因为他说他的统计 只是覆盖了城镇人口 那么农村人口是没有覆盖的 那么里面到底有多少人 算失业 现在是个谜 那么你把这两类人加起来 看看有多少人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啊 就是城镇人口里头呢 他还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在统计的过程中呢 把一些啃老族呢 也算成了就业人口 或者是半就业 就是这些年轻人 出去打了个工呢 就是收入很少一点 他只能窝在父母家里头啃老 这种人呢 也把他们统计成了这种半就业人口 所以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咋说呢 中国这个统计啊 从来就没有准确过 所以这也是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难题啊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家底是啥 经常拍脑门去搞些事情 搞了以后呢 又经常是错误百出 所以中国就是这样的 一步一步往下陷 陷到今天了 可以说是其重难返 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这两天呢 国内那边还有一个文章啊 现在也在网上传 就是国家呀 准备过三年的几日子 都号召各省各市呢 做好准备 这里头有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各省各市呢 要建立这个粮食基地 跟这个副食品基地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提法 所以大家看一看 这个事情是不是 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呢 对不对 因为今年这个疫情的冲击啊 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去想一想啊 全世界啊 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是怎么样保住这个经济不垮的 就是靠发这种索困金 给你每人发钱 然后呢 你去买东西 然后是刺激到这个经济呢 在这循环 不要停滞了 那么对你个人呢 你的生活这一块呢 就是给你发这个失业金 他等于说两个金结合起来呢 保证了这个市场体系没有垮 这个就是前两天 胡锡进批的那个 都发钱等于没发钱 让我说他纯粹是胡说八道 就是现在这些举措 就是按胡锡进讲的那样子 可能会有一些后果 但是那个后果的显现呢 它是一个延迟的 那么在当前 是要把老百姓的这个日子呀 你的过过去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再通过这个调整 看把这一块的这个影响 怎么样降到最低 这是一个软着陆吧 相当于 但是你中国这样的 你给老百姓不发宿混金 那么这个市场没有消费 它就没有循环 很多经济体就死掉 对不对 然后你老百姓 没有这种失业的保障 那么他花存款 当这个钱花完以后 就会出现一些刚性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是个大问题 可能下面的高层呢 也都预料到了 那么作为我来说啊 我最直接的体会就是 你没有就业就没有消费 对不对 你老百姓只有就业了 他有工资了 他才能有计划的去花这个钱 他花这个钱了 这个消费呢 又刺激了你的生产 包括现在国家畅导的 我们要实现内循环 那么我也同意你这个意见 但是内循环的前提是啥呢 是这些人有消费能力 这些人的消费能力的前提是啥 他们都有工作 对不对 那么你现在把就业问题解决不了 你一切都是虚的嘛 你没有就业 你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就没有消费 没有消费哪来的内循环呢 所以完全都是扯淡的 所以呢 这个报告我看了以后呢 我心里头呢 也不是个滋味 因为这个事情呢 是面临到中国的千家万户的一个问题 我最近呢 也跟国内的一些朋友呢 也就打电话聊些事 我的朋友中间呢 大多数都是这个办公司弄企业的 他们现在就是面临到这样一个问题嘛 这个弄不下去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减员嘛 共产党经常说的那句话 减员增效嘛 就是以前这个公司里头20个资源 现在财到剩到五六个 然后这个公司呢 不垮 维持到一个低生命状态 自己哪怕一年亏个一二十万 让这个企业先别垮着 让你这个公司呢 在这个行业里头呢 还有一点的影响力 好多哥们是这样弄的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办企业的 那么这些办企业的人呢 因为今天效益不行 工资都比较低 这种情况下呢 就有一部分年轻人呢 不愿意出来打工 他觉得我出去一天干了八个小时 然后又挣不了几个钱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产生了一种思想 就是待到家里头疼老 不出来工作 他觉得我出去工作划不来 干上一个月没有几个钱 现在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年轻人啊 他跟江泰公啊 或者江泰公的父母那一代人啊 那可不一样 现在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 从小在秘冠里长大的 那受不了一点委屈啊 对不对 他出去打上一个月工 他觉得工资又很低 这个市场又不太景气 他也觉得没意思 所以宁可选择了啃老 这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那么这个事情 现在国家是不是意识到了 是不是把它上到一个战略的高度 在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当务之急了啊 因为就业啊 这不是说别的事 这不是说是你哪怕是上学教育 那个都是放了十年八年去看的事 就业就是当下的 假如说你中国一下有一半人都没工作了 那你想想这个国家 难道说不会出现问题吗 对不对 古代的那些明辩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突然国家增加了 好多人没饭吃了 就出现了李自成 就是这样的 好吧今天这个节目呢 就是就业这个事啊 我就给大家聊一下 后面我就想叮咛一下呢 如果你有亲戚朋友 现在正在打工 而且是打工打得不顺利 想跳槽或者怎么的 你呀最好是把它劝一劝 能保住一个饭碗 可能比啥都重要 你有可能一跳槽 那个槽还不如这个槽呢 这都有可能性 甚至有可能你一跳 跳到空里去了 啥都没有了 好吧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